欢迎收听咨询奉告 今集我邀请到市政署代表 许美山小姐上演节目 许小姐你好 传统节日 渝兰节即将到来 市民会按习俗在街上拜祭 市政署会有什么特别措施呢 按照传统的习俗 市民在渝兰节期间会在街上消息和拜祭 而因应有关的习俗 本处已经在全澳各区具备空间条件的地点 设置约290个消息桶 直至8月23日 即是农历7月20日 方便市民焚烧命强 渝兰节期间 市民在街上拜祭的时候 要留意什么呢 市民在祭祭时 必须使用适当的容器焚烧命强 如果在没有设置消息桶的地点 拜祭的时候 应该自备小型的化宝桶 选择在通风良好和安全的地方进行 并妥善摆放制品和容器 以免阻碍行人和车辆通过 完成制制之后 需等待所有火种熄灭 并清理好制制物品和其他物品之后 才可以离开 以免触犯公共地方总规章而被检控 市民署有没有透过不同的宣传方式 以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本署已经在核下的各服务地点 和街道上的宣传版张贴海报 有关的海报也同时派发给各区的高层大厦 和管理公司 此外本署也透过电台、电视台 以及发放新闻稿、微信稿等的渠道 向市民大众发布相关的讯息 另一方面 本署建议市民按传统习俗进行制制的时候 可以考虑采取较为环保和治愈的方式 例如避免使用过多的制品和勉强 技能减少资源的消耗 亦可以避免产生的烟雾 对他人和环境卫生造成影响 于兰节假肖家伊丰逐 难免会令垃圾量增加 市应署会不会因应情况 加派人员巡查和清掃街道呢 在于兰节期间 本署会加派稽查人员到各区巡查 而澳门清洁专营有限公司 亦都会相应加强对公共街道的清掃工作 本署在这里呼吁市民 在焚烧明强的时候应该注意安全 并需要待香烛完全熄灭 以及妥善清理制制物品之后 才可以离开 避免引致火灾 影响公共安全和环境卫生 大家如果对本署的内容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本署的市民服务热线 2833-766-766查询 谢谢许小姐 没客气 今集节目时间到了 拜拜